大家好,我找了一隻金錶的Hewbro 這隻是石圈來的,所以就是石圈金錶 也挺厲害的,但是是女裝 尺寸不是很大,但又不是很小 拿上手大概是37mm附近 準確來說要量一下才知道 這個系列是Classic Fusion 跟Blake Bang有些不同,即是大爆炸的系列 記得以前入行的時候,經常覺得有快拆帶就是Big Bang 沒有快拆帶,即是像現在這隻用兩顆螺絲鎖住 你要用工具才能開到 沒有按鈕就按吞帶出來 就是Classic Fusion 除了看底盤寫明之外 也可以用這個分辨,但後來發覺是錯的 原因就是,其實有些Big Bang系列 都是用這個大學的配置 即是沒有快拆帶 所以我想整個設計的邏輯 應該是落在錶殼上 很明顯是,為什麼呢? 因為Classic Fusion 如果你從旁邊看,就是圓圈一點 但如果Big Bang系列 中間是方形夾了一些東西 好像麵包和三文治一樣 通常這個位置都是另一個物料 如果金錶來算 反而是Classic Fusion 它的含金量比較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中間整個都是金 其外物料 只不過是Bassel下面有少少少黑色的位置 你現在看到才不是金 如果是金錶來算 皮帶就是這樣 扣兩部分 應該是鋼 倒黑了 然後後面邊位才夾著 一個K金的梅基金750 而裡面的組件 包括一些針 也相信是18K 兩排石的雙發 比較生命 可能成本問題 因為如果Bassel這麼厚 用這麼大顆的石 應該是很貴的 運動錶來算是很少這樣雙發 機心剛才也看到 透底設計是2892 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分野 就是針的設計 你看到整支好像圓筆針一樣 亦是沒有夜光的 那Big Bang就另一種做法 但整體上 Classic Fusion 和Big Bang 我想鋼型也是非常接近 如果軟體是很難分的 怎麼會? 請賞 請賞 請賞